搬到芝加哥这边来 一下就三个多月了 现在生活慢慢的走向正规 那我以前的视频里面提过 我过来的目的就是帮女儿带两个孩子 所以我每天的时间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定的 那现在已经形成规律了 就是说因为阿姨的时间是每天有点变动的 所以我们的变动就根据阿姨的时间来 比如像早上他们也那么早来的话 那我早上要去 礼拜一礼拜二早上我七点钟要到那个地方 给他们准备上幼儿园的东西 那等他阿姨来了以后我就可以回来 礼拜一礼拜二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礼拜三阿姨是在别人家做 所以我礼拜三一天我要顶着阿姨 在那里至少要待十个小时 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钟 那么礼拜四礼拜五阿姨工作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我就在家里做做饭 有的时候跟他们烧点菜过去 礼拜六礼拜天两天 跟先生两个人要一起过去 礼拜六和礼拜天 起码每天都要待半天以上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schedule 慢慢的习惯了 这个家也慢慢的步入正规了 其实我们搬过来之前 我心里有点担忧 就是说跟女儿住得这么近 矛盾就会多 以前的节目里面讲过 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有带狗 还有一个文化狗在这个地方 我们老两口爱这个两个小的 非常的爱 看他们比看我们自己的性命都重要 所以很多的矛盾就有这两个小的话解了 看着这两个小的 其他都可以不去计较 对吧 有的时候女儿会忽略我们老两口的感觉 因为她的注意力是她的小的身上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不快 那想想看 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对女儿的关心比对我们父母的关心真是要多得多 所以想想看人类这样一辈子一辈子下来都是这样的 广小的对老的关心就比较少 所以我尽量不要去讲别人 这是肯定的 不要去指点别人家的江山 当时我也做过一期节目 就说怎么样跟他们搞好关系 我有一套的计划 结果到这里来这么长时间 做了三个多月 就发现那个计划并不是那么可以实现的 比如像我来的时候 我首先跟她讲 跟她要我们要经济独立 不要跟他们家里有太多的钱上的瓜葛 那这里很难做得到 这是很难做得到 那以前我也说过 退休要多少钱 我们才够 我的理论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那个我们只要达到那个中位数 我们的日子就过得会蛮好的 因为老两口也是蛮节省的 年纪大了 又从那个年代 从中国过来的 对吧 已经养成了这个节省的毛病 这个当地的好像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好像是这个七万块钱那个样子吧 我想想看 要是如果我们两个的七万块钱的话 我们俩会生活得很好 其实想想看 不一定 可能会不够 我这样算的话 可能会不够 因为很多的开支 我是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个房子比较大 给小孩玩的地方很多 你要去给小孩玩的话 你就要买东西 对不对 买一个那个小桌子 给他们坐那里画画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吃饭 小孩吃饭 他不能坐到我们大人的椅子上面 因为太矮了 对不对 他们家是有两个高椅子给小孩的 那他们家有两个高椅子 我也得买两个高椅子 对吧 上个礼拜 这两个高椅子来了 准备去买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 surprise 这高椅子价钱这么贵 我买的这个高椅子 200多块钱一把 买了两把一模一样的 就花了400多块钱 那么平时还有小钱 上个星期 小外甥女过生日 过生日要买吧 对吧 大外甥过生日也要买吧 对吧 那圣诞节那些东西也要买 都不是买的很便宜的东西好了 那很便宜的东西拿不出手来 这些东西都算开支比较大的 玩具 买个好一点的六七十块钱 也很合理 上个星期小外甥女过生日 我买了一个这个厂车给她 如果我这边要买起的话 里面是一大笔开支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跟女儿能不能分得那么清楚 也分不到清楚 经常做点好吃的 我就想跟她分享一下 因为他们家 主要是吃西餐为主 如果我不烧中餐的话 她就到餐馆去订 我跟老头子两个也要吃 就多烧一点 对就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两个人的量 要double 就是说要是如果我们两个 原来的那个预算 每个月的伙食费是 五百块钱的话 那么现在就要double到一千块钱 就是这样的 小外甥小外甥 你到这里吃饭 他们也是要吃西餐的 所以我这里还要准备 很多西餐的东西 这些其实都是小钱 但是这些小钱 极少成多 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所以对女儿 对孙妹的爱 是不是只有爱心就够了 帮他们就够了 不是的 还要有钱 还要愿意花钱 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 就讲跟小孩 这个金钱上的瓜葛 讲不清 就是说 有的父母亲 给的有点冤枉 就是说这个你都工作了 你还问我要这个钱 对吧 后来我就说了一句 钱 这个东西 就是你现在给 还是以后给的问题 你现在不给的要娶 以后就是遗产 对不对 我们肯定花不完的 那么现在给大家都高兴 对不对 现在给 更好 那也想着看 我们有付出 也有得到 对不对 上个星期小外孙女过生日 我们一大家 跑到 这个离这里 最近的一个大漠里面 去吃饭 去吃一个意大利餐 吃完了以后 我们就去带着小外孙女 去 要一个 gift 一个熊 小外孙女两岁 那么她就付两块钱 那她当时 在那把熊 冲起来的那种 小外孙女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不时讲 买不起这个熊 就是要带她去 有这个经历 让她高兴高兴 我们大人也高兴高兴 我现在就给大家 回放一下 我们那天 我拍了一个短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意大利餐馆 在这个mall的一角 这是它周围的景色 这个mall叫 Oak Brook Center 看看我们点了什么菜 这个是鲜鱼卷油炸的 这个是蔬菜油炸的 那这个是沙拉 一个pizza 还有一个孙子喜欢吃的 这个意大利面 那这是牛排 这个是另外一个牛排 和虾 那这个是seafood 餐馆的门外 停了一个这样的车 引来很多的目光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车 看不出有什么标志 楼下都是店面 那么上了二楼 也是这样的 一家挨的一家 这样看上去 我有一点 回到我故乡的感觉 来到这个玩具店 五烟六色 很让小朋友们喜欢 这个玩具就买一个壳 然后有个电源 把里面的那些棉 刺的东西 把它冲进去 原来是这样做成的 四个玩具 对 一个旅那这里 你能把好像 像画摆住了吗 有个比词 可能 哎呀 只有一点 fried 一样 avait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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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